大家好,我們這次要去拍攝的地方是三甲鎮的三甲鎖 這個三甲鎖的長勢位置是在這個三甲鎖 長勢位置是在這裡 距離台山台的整個位置 大概有14公里左右 從台城來到這裡大概是14公里 開車大概是20分鐘多一點點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甲鎖的拍攝 大家好 之前一直都有朋友要我去拍台山市的三甲鎮 今天就剛好來到三甲鎮 這裡就是他們的新年鎖 今天已經是12月16日 來新年還有十幾天了 我們今天來逛三甲鎮的虛市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的三甲鎮的虛日 現在我站在這個位置就是這個三甲的一橋 這裡 這裡全面的路牌主著就是從我右邊去這邊往台城 左邊去那邊就往白沙 現在我們就從這個橋往裡面走進去三甲鎮的三甲鎖 現在我走過來這裡就是三甲鎮的三甲鎖 這裡在我左邊就有一間好像是三甲鎮的小學 現在鏡頭主所示的這邊就是三甲鎮的康和學校 這邊就是三甲鎮的虛市 這裡有一間叫做德謙生活聲場 是三甲鎮的這裡的生活超市 那邊就有一間 甲鎮飯店 現在我們就走過來 看看我們這個三甲鎮的虛日 這裡有一間大藥房 博濟堂大藥房 那這些 阿姨就剛剛趁完虛就坐在這裡等車 這個叫做一帆風順 這種叫做雄雲多頭 那幾個盤 零呢 都是5一盤 那叔介紹這兩種花也是15元一盤 讓我吃一瓣瓣瓣瓣 很像 接下來這東西又連排衛鎮 嘩 很像花 很像這種 烏鎮爛 它那是 埃中的這個 玫瑰花 就月桂 迎春花市了已經 這些花很漂亮 它新年 特別 弄到這個新年的時候才開 那這邊呢就是 我們這個三格鎮的 虛日 擺這些 擺檔的這些 擺檔的地方 那現在呢就近著過年了 很多這些對卵都擺出來了 走過來看一下這些對卵 出外求財 財到手 居家廠葉葉興隆 這些很多這些門口貼 這些對卵貼 還有 泥士風 這裏賣衫賣褲的 這裏 那這裏呢就有一間這個 這個鄧侍春 抗禮科學館 鄧侍春可能是三格的 在台山台城有一間 鄧侍春中學 那這裏又有一間叫做 很有特色的這些 不知什麼 什麼樓來的 紀念樓 康和喉有樓 原來這間是康和喉有樓 那這裏走過去呢就是這個三格鎮的舊墟 這裏呢就是這個三格鎮 這些 襯墟擺檔的地方 那這裏走過去呢就 這裏在這個熊樹頭這裏呢 右手邊轉過去呢就去這個 開屏欣平那邊的 這個陽光 都是往這個熊樹頭這裏轉過去 從這個鏡頭直去那邊呢就回去 三格鎮的溫泉區那邊的 那我們走下去這個下面這個 這個區裏邊看一看 現在是早上的九點半 新年區已經是 很多這些人都來襯區 茶葉 很多這些茶葉賣 各種茶 這裏呢就賣這些 元寶蠟燭香 地方 這裏賣糕藥的 這裏賣糕藥呢 你看下面人籌洶湧 你看這裏下面這些 全部都是人啊下面 走下去看下他們三格鎮的虛市 這裏賣糕藥呢就兩邊什麼都有得賣的 雜貨啊 這些 草頭磅畫啊 這些農具啊 五金啊 什麼都有的這裏 現在這邊呢就有這些 糧果 這裏 這裏 27 這裏 那裏 78 各種糧果 各種糧果 你看到華妹多漂亮啊 華妹多漂亮啊 15元啊 賣10元3兩的那裏 那裏比較鹹一點的 這些 這裏 這裏 都是一樣啊 是一樣價錢 10元3兩 買10元加一麻煩 好的 好的 這些蠟腸怎麼賣啊 蠟腸10元3兩20元 這裏 這裏25元一斤 25元一斤 比較貴那裏是幾錢一斤 33元 33比較貴 這裏25元好不好吃啊 這裏25元 好吃啊 中山蠟腸啊 中山蠟腸啊 咦 掉了多東西 那裏10元4兩 這邊又賣這些 打掃衛生的 還有這些地毯 還有這些 膠粒 膠落 那這邊又賣這些盤盤碗碗 膠袋有得賣的 好少見到有賣出門賣膠袋 那臨近過年 這些賣掃把的人生意都會好很多的 因為大家都想買新一些的掃把 回去過年拿來掃地的 那這裏就很多這些 賣這些元寶立竹香 拋掌啊 這些賣雜貨 單拋 收音機啊 錄像機啊 什麼都有的 這裏 這裏 炮掌呢 在這個台山呢 不是隨便可以賣的 要拿這個 炮掌牌 炮竹牌 這裏 賣糖 賣糧果的地方呢 就比較多人在這裏買 賣糧果 乾貨 華梅 含金林 荔枝風 荔枝風 5元4包那裏 10元4包 這邊賣乾貨的 藥材糖 乾貨了 靈芝 無花果 百合 那些是 復寧 北方復寧 二米 沙三 玉竹 蓮子 蠔豉 花膠 這些是法菜嗎 這些法菜怎麼賣 這裏是十塊一塊 這裏是十塊一塊 這裏是大塊的 500塊一塊 一斤 這些是法菜 我都不知道 現在法菜是很難買得到的 法菜在中國這裏是保護植物來的 因為它是在沙漠那裏滑上來的 我估計這些不是真的 那裏 冬菇很大隻 比我那天去超市見到那裏更大隻 木耳 雲耳 金針菜 這裏 這裏 阿叔阿伯就在這裏買這些對卵做準備過年了 這裏原寶蠟燭香都很多阿姨在這裏買的 買回去過年拿來用 一般在陀山這裏的阿姨 都是年底那裏買齊一年的 買齊一年的這些使用 這些是賣農具打鐵的 鋤頭磅畫、簾刀什麼都有 這些是老屎剪 捉老屎的這些剪刀 夾老屎的 這邊是賣三副 這裏是賣鞋的 這裏原來隔壁那裏就是肉菜市場 一會我們再走進去看看這個肉菜市場 三甲鎮的肉菜市場 六甲鎮的肉菜市場 這些是賣元寶蠟燭香的很好生意 這裏不太過年 很多人都在賣這些過年用的用品 賣糖 這裏還有些種菜用的菜米 各種菜米 這裏這些全部 這裏呢 這裏呢 現在的人呢 過年呢 就不做這個 劍地發稿的了 買這些當這些是 油池 現在有人買這些 買這些 這些是當法糕嗎 這些是當法糕 這些是當油池 那些是 炒米展 多少錢呢 這些是當油池 這些是當油池 炒米 當這個是鹹雞籠 國仔 現在的人不做遲過年了 不能買這些包裝 買些東西就派取吧 是 這些有多少錢 一斤 全部都是15元 這邊是15元 這邊是11元 這裏有很多這些光果 瓜子 俠桃 還有這些 圓眼 這些桂圓桿 這邊還有一些 特色的這個 花生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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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花生巷 驚巷 這邊賣這些 白貢花 用來放上神桌的 放在常桌上邊的白貢花 這裏又是賣這些對卵 這些是雞龍鵝龍 用來裝街 雞龍鵝鵝 裝鵝都可以 那這裏就是這個 賣這些家禽 生口的地方 有狗仔貓仔賣 狗仔貓仔 哇 那高對叫我們 這雞龍鵝 白貢 白貢 開口家 你買的雞鐵 都殺雞鵝鵝 你買的雞鵝鵝 都殺雞鵝 買的雞鵝鵝 就賣很多 你買的雞鵝鵝 那雞鵝鵝 五色 雞鵝鵝 雞鵝鵝 雞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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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明白嗎? 明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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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蝦 豆豉 南豉 台山鹹蝦醬 很出名 這邊賣這些乾的魚 各種魚乾 蠔豉 蝦米 白飯魚 這裏全部都是賣蝦米 這裏三甲鎮組上的區市都比較旺 很多人在這裏襯區 有些人出來襯區買菜 這邊就是賣肉 這邊就是賣肉 這邊就是賣菜 剛才那邊賣乾貨 這邊賣菜 這裏 綿藕 白菜 西洋菜 各種菜都有 這邊就是賣肉的地方 有雞 鴿 生鮮 那些魚 這邊是賣的 這裏 豬肉 這裏我賣豬肉 這裏我賣豬肉 也有賣 這裏我賣 這裏我賣豬肉 這裏我賣豬肉 15元一斤 賣的要折骨 這裏我賣 可能是賣了一層 豬肉 15元一斤 他肯定猜 他肯定猜 這裏我賣 雜貨店 一條街都是賣乾貨的 這邊全部都是賣乾貨的 這邊全部都是賣乾貨的 乾貨 全部都是乾貨藥材 各種這些乾貨藥材 在這裏 三甲鎮的賽市場 走過來這裏 就是這些 舊的騎樓街 就是我們這裏 三甲鎮的舊區 那裏 台山我之前拍過很多這些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這些橋區 現在這裏 寫著這個招牌 是康橋溫泉 12公里 就是往這個路口開車 過去這個開屏的方向 大概有12公里 就去到我們 台山的康橋溫泉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三甲鎮 舊時的這個橋區 那現在這邊 就基本上就是 沒有什麼擺檔 在這一邊的了 這邊三甲鎮的舊區 那三甲鎮的舊區 那些騎樓 就好像沒有其他那些 那些騎樓 那些騎樓的山花 那麼有特色 這裏 可能是這條街 就沒有那麼多 那下面還有一條街的 轉過去那邊 一陣呢 等一陣我們拍到去 轉過去那邊那條街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三甲鎮呢 就人來人往 車來車往 一直都很多車在這裏 大車在這裏 可能因為它這裏 是去這個 開屏欣平 都有一個交叉路口 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叫三甲呢 我可能都是跟這個有關的 這樣又去得開屏 又去得欣平 又來得台山 這樣 可能是三個地方 交界這樣 所以叫三甲 那這裏呢 又有一棟很有特色的這些騎樓 它的山頂 山頂 山頂 山頂的頂部 是圓形拱的 那這裏呢 還有很多這些店舖 開這些五金店的 那這邊呢 都是有這些 賣這些 神台花 百貢花的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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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呢 還有很多這些店舖 這些是假花 剛才那裏是紫花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主要是這個三甲鎮的舊墟 那這些呢 就是這些 橋墟上面的山花 這些 那前面那個 轉彎位那裏呢 就有一間叫做 東聯福利樓 那這間東聯福利樓呢 它的樓下呢 就是一間 飲食店 嗯 應該是做這些 茶樓生意的飲食店 那這裏 但是呢 我在這個三甲鎮 就見不到有些比較大的茶樓 因為有很多這些鄉鎮 台山的茶文化很濃厚的 可以說三茶兩飯一早屎的 台山人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又有見到一棟好有特色的丁樓 那上面呢 就 寫著呢 依稀可見呢 那個牌匾寫著呢 就是港聖龍 港聖龍 港聖龍 這裏 但是這些店舖已經是 沒有做生意了已經 那在這個 東聯福利樓轉過來這一邊呢 就是往這個 去向這個 挪金啊 港海啊 端芬的方向的 那呢 還有一個路口呢 咳 咳 咳 那它還有一個路口呢 是往這個 三甲鎮 回去充溜 去得台城 又去得豆山的 那就是這裏轉過去呢 這裏 過了這條橋呢 就是這個 回到這個 羅金啊 啊 溫泉 那這裏有個路牌寫著了 三甲橋了 寫著 直走呢 去羅金 那向左往路那邊呢 就是這部大車開著 來自這邊的方向呢 就是去這個 三甲的了 溫泉那邊的了 那過來的詳 에서도這對於三甲鎮的舊區來的 那這裏的橋頭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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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曾經曾經看到三甲茶樓 這間三甲茶樓呢 那這家是風 elbows應該是很兴旺的 而如今已經是已經破敗不堪了 那裏呢 那裏呢 最大的一個古時建築物就是這間 在三甲茶樓這裏 對那裏有個路牌指著 往左邊去衝勾台城 直去去廣海 這條舊街應該就是三甲鎮 比較古老的一個橋街 我可以見到這裏的商鋪 那些山花 比剛才我走過來那裏的商鋪的山花 是要亮很多的 這裏 在這部車轉過來這個路口 就是回到溫泉沖縫的方向 這個路口是很窄的 開車來到這裏 它是轉回軌角的地方是很窄的 這裏 開車來到這個地方一定要小心 在溫泉區這邊是三甲的這個路口 很窄的這個路口 鬼角的那裏造成圓角 它一樓都對了很多這些 我懷疑 很多人都在撞 都撞過他這間屋的屋角 從這裏 回到三甲溫泉那邊的這個路口 這個屋的主人對了很多這些麻石 各種石頭在他的屋角 以防這些車撞到他的屋角 這個路口很窄 因爲它又拐彎抹角 我懷疑已經有很多人撞過了 所以他才堆滿這些石頭 這個路口進來這裏就是三甲茶樓 三甲鎮的舊時茶樓 我們再走出來拍下這條三甲鎮茶樓 這條街的舊時的雙鋪 的舖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就是三甲鎮舊時的橋區的騎樓街 已經是荒廢了 屋頂都掉了 裡面生小草就沒有了 這一條街都是這些三甲鎮的騎樓街 這條路去的方向就是去港海 羅金那一邊 這一邊全部都是騎樓雙鎮 這一邊騎樓雙鎮的山花 就相對剛才在賽市場那邊 騎樓雙鎮的山花 就要漂亮很多 這次我在三甲鎮的拍攝到這裏結束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